那时,人群女有人向他说 老师,请叫我兄弟与我把家产分开吧 但他回答 人啊,谁只派我做判官 来替你们分家产呢 他又对群众说 你们要当心 放饭和避免一切贪念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拥有大量财产 于是,他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 有个财主 他的田产大丰收 便对自己说 我该怎么办 我已没有足够的地方 储存我的收成了 又用很多年年 该放松休息啦 吃喝享乐吧 但天主对他说 愚昧的人 今夜,你的生命就要被收回 那你的储备要归谁呢 所以,那只为自己积财 却不在天主的事情上 自负的人 便是如此下场